碧卡索 碧卡索是一位唯一的一派画家 在1880年10月25号 西班牙马拉加 从小展露了卓越的画画天分 碧卡索早期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真无的题材 他在栏队时期中画作 表现出强烈的忧郁与希望 而后碧卡索进入粉红时期 作品色调软和蓝艺深奥蓝铁 那下面啊 下面 没有了 你查的 我收集的图片卡索 发展的心理专长是一位画家 对他的发展兴趣是 欣赏对方可以 雅威 龙姑娘跟戴奈亚 戴孟女主 好啊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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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精神 那么 谢谢 谢谢